大家好,这里是同和军 上一次我已经教大家怎么用路由器去破解我们学校的那个锐节网络 然后今天就教大家怎么用我们的路由器在内部实现一个翻墙 这样一个骚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进入这个路由器的管理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面能够看到上一次我们设置的这个锐节认证 像这样全部填写完然后这些操作之后呢 再应用本设置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实现我们的这个不用电脑客户端 然后呢使那个网络直接通到我们路由器 好的,今天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教大家怎么去直接连接我们的这个路由器 然后就连接这个路由器的终端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 就不需要再去执行什么打开那些翻墙的软件这么一个操作 就不用那么麻烦直接里面路由器自动帮你翻了 直接想想点哪点哪想访问哪个网站的访问哪个网站这样的 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由器的这个客户端这个页面里面呢 呃有VPN的还有VPS的这个SS就是VPS的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怎么设置呢 比如说如果你是VPN的用户点开这VPN然后呢打开这个 这里面有一些服务器的设置里面有一些参数 呃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买了那些服务的就是这些什么协议啊还有算法啊这些 那些他那个你买的那个网站比如像我买的这个 我我用的是SS就是引缩这里面呢它就会有很多什么节点这样子的 通过这些节点里面给出的一些数据 当然我这边会打马赛克处理呃比如说我点这个然后点开这个页面啊 你们看到的应该是马赛克的这个页面这个页面里面有一些参数 比如说服务器地址啊服务器端口啊加密方式啊密码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参数 把这些参数复制到这个路由器界面的里面的这个设置这里 全部复制好了再点一下直接应用就可以翻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呃大家看一下这个哦对这个是客户端这个不管 呃我们如果要翻就选这一项一边的服务器这个这一项 如果你是SS用户点开这个或者是在整个网络地图里面点开这个小飞机这个也可以 点开之后呢将你的刚刚也是跟VPN的设置一样的把这些数据全部都复制下来 粘贴到这个节点配置列表里面去 粘贴完之后直接再应用就可以OK了 当然了这边说几个细节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DNS污染的原因导致很多的网站呢就算你翻了 因为这个污染的原因你也访问不到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DNS服务模式选择这里呢要选择一个DNS的代理 这里我们的路由器客户端提供了三个代理一个是呃 就是这三个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这个呢要结合你具体买的那一家 VPN也好 VPS也好的那一家的那个节点的平台 它的那个服务器的一个选项就是根据它服务器的性质来选择你走哪一条的DNS代理 比如像我们我们就选第二条 当然我也是一条一条试出来那试的哪个可以就用哪个 这里选择好了 这里走代理也选择好了 就这两个是最关键的把它设置好了其他的估计就不用管了 再应用就OK了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呃那可以私信我 就我也会如果能帮的话我也帮大家去设置 因为这个的话在我这边就是直接完成以上这些步骤 再一点应用就可以呃稍操作一步了 那个比如说呃这样做完之后呢 什么电脑啊手机啊不用再开什么那些翻墙客户端了 很简单的直接一一一打开浏览器输哪个网址就到哪个网址了 那就就这样OK今天教程就不废话了到这里结束拜拜